喜欢本故事,别忘了在故事下方礼物赞赏一下。 这些东西无穷无尽,不断地从四面八方朝我们袭来,仿佛是狼群一般,一波又一波冲击着我们的防线。 如果不是我们的装备足够给力的话,恐怕这条防线瞬间就会被撕开。 这会儿我总算是明白,向导老汉为什么会吓得磕头了,真不是装的,这些土地婆报复起来,简直是丧心病狂。 而且这些土地婆的智商比普通野兽要高上许多。 之前悄悄尾碎我们上山,等我们熟睡之后突然发起攻击,而且攻击的时候也不是从一个方向冲,而是四面八方,让我们防不胜防。 简直就像是有个大将军在指红一样。 又有三四只土地婆从树上落下,其中一只直接扑向王元朝,巨大的力道把王元朝掀翻在地,王元朝死死卡住土地婆的脖子,不让他咬到自己的喉咙。 马如龙两个手下负责方向,已经是崩溃了。 其中一个手下端着AK47荒乱的扫射,却给黑暗中的一只土婆子钻到空子。 土地婆婆将她整个人举起来,抓起一条腿猛的一拽,那个手下半边肚子就被撕开了,鲜血和肠子流了一地。 土地婆咬了一口肠子,表情似乎十分地享受。 那一脸血污的享受模样,几乎让我浑身鸡皮疙瘩都要竖起来了。 被声声撕开那个手下,此刻还没有死,他在地上瞪大眼睛,痛苦地哽咽着。 那难受至极的叫声,就好像是吸珍珠奶茶一样折磨着我的耳朵。 张三炮似乎有些受不了,砰砰两枪把那人打死了。 胖子大吼起来, 铃铛,小心后面。 厉为国,风水不过,风兵不战。 我背后又传了那阵古怪的声音。 还没等我反应过来,身体被撞得亮降了一下,情不自禁地扑倒在地。 而后,一个冷冰冰的身体像蛇一样粘上了我。 这会儿,不用我看到知道,我的身上寒毛肯定是根根竖起来了。 我使出吃奶的力气,身体往旁边一拟糊, 把背上土地坡掀开,结果牙齿磕在石头上。 不过现在这种时候,我哪里过得了牙疼呢? 我狠狠吐了一口血,扑过去要掐住土地坡的脖子。 却没想到这玩意儿跟老鼠一样灵活,身体一弄,一闪,就躲开我的手。 我只把他身上那件大红色丧服给扯了下来。 不过,接下来看到的东西,差点没让我晕过去。 一条毛茸茸的尾巴,还有两只粗壮的腿出现在我的面前。 这土地坡的大红衣服下面居然是跟动物一样的躯体,除了脑袋和脖子之外,下面完全就是一只放大版的野狼。 特别是那两只大腿,特别粗壮,这想必就是之前能一路追赶越野车的原因。 这他妈是什么怪话? 我一下子,脑袋就转不过弯来。 之前,我们一直在奇怪,这些红色丧服里面为什么鼓鼓囊囊的,好像怀孕了一样。 这会儿才知道,原来里面藏着一条尾巴。 还没等我解开疑问呢,又有三四只土地坡从天而降,打破了我们的防线。 胖子大声叫道,不好,这土地坡都上树了,再分两个好手盯着,要不然我们都得完蛋。 这会儿我们已经完全拦不住这些土地坡的攻击了。 我手臂上给狠狠咬了一口,顿时鲜血直流。 然后我用尽全身所有力气,把那只咬我的土地坡给崩开。 还没等我有任何喘息的机会,又有两只土地坡盯上我了。 看着月光下那张绿油油的老太婆脸,我亡魂皆冒。 这会儿所有人都陷入艰苦的肉搏战中,根本没功夫地救我。 一阵密集的枪声骤然在我前面扫过。 我只感觉自己脚边不远处传了一阵禁风, 而后一串子弹将一只土地坡打成了筛子。 叮当,快过来帮我辅助机枪。 王元朝大声叫着,他手中轻机枪疯狂堵着火蛇。 这一枪扫下去,有三四只土地坡给子弹扫在地上。 对付这种数量极多的土地坡, 一挺轻机枪甚至比我们所有人架起来都要重要。 一眨眼功夫就干掉三四只土地坡, 我赶紧冲过去扶住机枪支架。 胖子他们看到有效果也都聚集过来, 在旁边组成一个交叉火力点。 王元朝大声吼道, 都到这边来,大家精神点, 等我换子弹的时候再帮忙。 西庄男笑眯眯的单手提了一把, 装了瞄准镜的M4突击步枪, 在我们附近是一枪一个准。 两个高手一千以后应付四面八方涌来的土地坡, 其他人则小心翼翼地将枪口对准头顶, 防止又有土地坡从树上荡下来。 这会儿连续三四缩子弹扫射过去, 我们的防线终于是稳固了下来。 我死死抱住支架, 那支架传出的巨大后座力, 让我的手腕疼得仿佛要断掉了一半。 我也不知道过去多久了, 这一段时间, 地上已经密密麻麻布满了弹壳, 不知道打出多少发子弹。 那震耳欲聋的枪声几乎要把我的耳朵给震聋。 终于, 那些土地婆不再是朝我们进攻, 我几乎虚脱一样躺在地上。 胖子满头大汗, 他一脸痛苦地揉着自己的手臂。 这他娘的, 竟然是一场大战呢, 胖爷的手都抬不起来了。 沙漠之鹰的杀伤力极强, 但是后座力也十分恐怖。 他对付这些狼崽子一样灵活的土地婆士, 反而是受制约的是我们。 张三炮大口喘息着, 他擦了一下自己脸上的汗, 然后把一只土地婆的身体翻了过来。 这是什么怪物啊? 我们子弹都打了三分之一了, 就打死二十多只土地婆, 要是这些土地婆不凑, 都不知道能不能撑下去。 我这时候也是十分的好奇, 走过去近距离端详这所谓的土地婆。 张三炮用匕首割了一块皮毛, 看了好一会儿才说道, 这东西的脸是真的, 只不过下半身完全跟野兽一样, 有点像是野人。 我皱着眉头说, 野人也是人啊, 这种东西已经脱离人类范畴了, 他们攻击我们的时候, 完全是四肢着地, 屁股后面还有一条尾巴, 是奔跑的时候用来保持平衡的。 王元朝过去, 翻了一下土地婆的尸体, 黑着脸就说, 这东西果然是真的, 中台有生的紫金。